本节由中国重器独家冠名播出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明辨是非凝聚共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每周日晚的 19点30分锁定中央电视台 我们准时和您相约 荣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又见面了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 不忘初心弘扬新时期的长征精神 那么中国舆论场 特别在微信微博客户端呢 推出了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 那么本周活动的主题就是 你理解的长征精神 您所发来的图片或者文字 在节目的最后呢 就将有机会出现在 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 另外今晚还会有一位神秘的嘉宾 也将参与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共同期待 那我们现在呢 身后在线观众席呢 芝麻开门吧 好 大家马上开始抢票 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 好 那么又到了美洲 发布中国舆论场指数的时间了 那首先来看新鲜出炉的 舆情榜单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5号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 第31届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时表示 中国对加油 中国加油 从27号开始 中国奥运精英代表团 一行64人 在香港展开 为期三天的访问 日本防卫省26号发布消息称 25号晚 中国海军054A级护卫舰两艘 及扶持级补给舰一艘 经上对马以东 约50公里的海域 向西南偏南方向横行 之后确认该编队南下对马海峡 蔡英文上任白天 就把台湾搞得民怨沸腾 在岛内经济一筹莫展之际 最让两岸民众不能接受的 是蔡英文的两岸政策 和一系列柔性台独行径 特别是近期举行的汉光演习 也是意外频发 引发岛内批评 安东女学生徐玉宇 被骗猝死案中 最后一名在逃的公安部 A级通缉令嫌疑人 郑贤聪向警方自首 目前该案6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落网 据额新社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在讲话中将俄罗斯和中国 列为美国面临的 五大挑战的前两位 排在朝鲜 伊朗 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之前 26号 自1998年起 连续在14年间 强奸杀害多名女性的 犯罪嫌疑人高某 在甘肃省白银市落网 高某对犯罪事实公认不讳 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 残害女性案成功告破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近日表示 中俄双方举行了 海上联合2016连演的 第三轮磋商 就演习具体安排 进行了深入沟通 达成了广泛共识 此次演练的课题 是海上联合防卫行动 近日有消息称 中国空军接收了 第一批歼20量产型战机 与此同时 日本方面订购的首架F-35A 在美国进行了首飞 外媒表示 西太平洋地区 距离装备五代机又进了一步 韩国媒体报道称 研制3000吨级潜艇的 张宝高三项母已经上马 第一批将有望搭载射程 超过500公里的 玄武2B弹道导弹 俄罗斯黑海舰队和 离海舰队26号起 出海举行战备演练 此次演练 是俄对全国武装力量 进行突击战备检查的一部分 有媒体称 乌克兰总统波勒申科表示 普京想要将整个乌克兰 变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好 先来梳理一下 新鲜出炉的舆情榜单 我们来看看榜单的第三条 就是汉光演习 一年一度的台湾的汉光军演 是又上演了 虽然时间只有五天 短短的五天 但是意外频发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又开始了 25号汉光32号演习中的重头戏 联勇操演实弹射击演练登场 台军动员陆海空各式军备 发射近8000枚火炮弹药 堪称近年最大规模 当天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头戴钢盔出现在演习现场 不过却被巨大炸弹爆炸声吓得连连发动 而且现场装备似乎没有给足这位领导人面 演习过程中四枚标枪反战车飞弹中 有一枚无法顺利发射 现场十分尴尬 无独有偶 此前几天的一次演习任务中 还发生过战车翻覆的事故 造成四人死亡 这次为期五天的汉光32号演习 又是惯常的抗击登陆主题 假想大陆促然对台发动攻击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胡谦表示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 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那我们接下来呢 关于这方面看看 再见观众许 应该有很多问题了吧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 我们网友问问题的方式 直中要害 我选择了一个直奔主题的 网友的提问 老顽童问 岛内民众对于 劳民伤财的汉光演习 如何看待关键后半局 为何年年把大陆 当成假想敌进行演练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 台湾的嘉宾 世青大学的游子祥教授 游教授您好 您怎么看待网友的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汉光演习 是台军每年最大的演习 过去从陈水扁时代开始 汉光演习因为配合了领导人 亲自到现场去教育 所谓的实弹演练 再加上演习中间会操演一些 怎么样防范解放军攻台的项目 再加上媒体的参与 跟大幅的报道 就把汉光演习搞成了一场年度的大秀 马英九任内 由于两岸关系明显改善 所以汉光演习的规模缩小了一些 而且它的形式跟内容 也都更加的务实 但是显然在蔡英文当局上台之后 又把汉光演习搞回了过去的最高规格 不过你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军演 当然也遭遇一些批评 例如有人就说 蔡英文戴上了钢盔 穿上了防弹衣 是不是作秀的意味太浓了一点呢 也有人批评 像这样一个演习呢 飞弹跟炮弹就打掉了将近八千枚 这动辄是上亿的 这笔钱还没有算在新政府上台 这一百天以来 所花掉的一百亿当中 是不是花钱如流水呢 当然这过程中间为了演习 又把台北到宜兰中间的交通要道 雪山隧道连续封掉了两个晚上 那么由于宣岛不佳 很多人就抱怨 那么他们的说法是说 他们是要演练解放军一旦攻打台湾 台军是不是能守得住隧道 不过很多人认为 这造成了扰民啊 所以呢 其实与其这么大张旗鼓的搞军演 不如务实的改善两岸关系 如果因为你走台独的路线 造成两岸关系的破坏 那么你带来的伤害 恐怕不是一个钢盔 或是穿个防弹衣 所能够抵挡得了的 好的 谢谢游教授 确实从汉光军演当中的一些细节 包括一些变化呢 也能够看得出来 蔡英文的这个柔性台独政策的一些内涵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还有哪些赛权的朋友 我选择了一个视频留言 这位观众问跟之前的事情有没有联系 嘉宾老师您好 我的问题是 这次的军事演习是否跟上次台湾 向大陆沿海地区误设的导弹事件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这算是战略试探吗 谢谢 这位女观众还问得挺专业的 这是不是一种这个战略试探 尤其包括上次的熊灾党的误设事件 两位都要怀了 这样吧 那既然两位都举牌了 那我们先请方明老师您先谈谈 待会叶老师也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观众说的这个有没有关系 其实你要说有关系也有关系 说没关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的关系 上次那个导弹失射的时候 这个导弹把它打飞了 我们都说过那上次那个内容 实际上完全就是一个误设 你跟这次之间这个年度例行的汉光俊演 你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恐怕也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 当然说有关系也能说出一些关系来 而且是小有小的关系 大有大的关系 从小的关系来讲 它确实是具有前后的这么一个传承 我说这个传承呢 就是台军他历年的这样一个演训 上次那个导弹给失射打飞了那件事呢 应该说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汉光操演之前 各军兵种自己进行战备检查 我海军自己查下我导弹艇不对 我对你进行一个检验 没想到检验检验 把导弹就给打着飞着玩出去了 这是一个应该说是前后有这么一个过程 说有大的关系 我觉得真正大的关系 是大家可以看 从上次那个导弹打飞的时间 到最近这次这个汉光的军演中 车翻钩里去了 坦克掉到河里去了 包括那个导弹打不出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脉相承的 体现了这样一支军队 到现在为止不知为何而战 也不知道以后打起来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平时这种演习 基本上就是一个糊弄 糊弄得了就糊弄 糊弄不了继续糊弄这么一种感觉 至于这种糊弄 把站在那个检阅台上 在那来看他们糊弄的那个 现在所谓的最高统帅 这个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我只能说这个事就不要再害怕了 毕竟那个导弹没打出去 你应该觉得很庆幸 要是像陈水扁在任的时候 那个导弹 那个海尔法导弹 直接奔着演习台打过来 那恐怕就不是下了他发抖的问题了 他就要钻桌子的问题了 所以这点事发抖 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真到了地动山摇的时候 恐怕就不是他这点发抖 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海灵老师刚才也举牌了 我倒是觉得 其实也不能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简单 因为从现在来说 不管是上一次的导弹室射 其实导弹室射哪怕是个误射 但是台湾方面在随后的反应当中 显然是要用这些反应来测试一下 跟大陆的互动的 也就是说误射可能是误射 但是他之后的动作 肯定不是仅仅就是为了 弥补这个误射的后果而已 他还是想测试一下 大陆的对台底线到底在哪里的 那么至于说军演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汉光军演很有意思 就是他现在演练的科目 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而他所演练的时候 他能够取得胜利的这个前提 是不太可能成立的 也就是说大陆如果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第一波的这个导弹攻击以后 你在那个条件下 再去演练你的抗登陆作战 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练一个我在这个 就是可以说是双方在零对抗展开之前 那么大陆直接派船来登陆 这种演练的对抗 其实是个很没意思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这不是我们的作战样式 那你练这个东西干什么呢 在一个已经进入到 可以说是高科技时代 台军所演练的这种战术战法 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只能说这种演练 是在给蔡英文制造一种非常虚幻的 台湾是有防卫的这样一个印象 而这个印象非常危险 就是一个职业的 有军事素养的领导人 看得出来 你这只武装力量保护不了你 但是如果像蔡英文这样的人 他看到这样的一些动作以后 觉得我的还不错 那么这个信号就比较危险了 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那些其实没有能力防卫的人 以为自己金刚不坏 一种这个假想 我觉得看台湾这个军演 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么好的 应该有这么一种比较好的心态 那就是看台军演细 认真你就输了 好 那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两位嘉宾的 刚才都谈了这个观点 那接下来呢 这样 我们刚才除了在线观众席呢 现在各位嘉宾的这个 面前的电脑上 我们网络互动平台上 现在应该有一些观众和网友提问 先我这儿有一个 可以推到大屏上看一下 好 请 孙老师的 这个叫小Kill的提出来 我注意到 今年的汉光军演 强化了实弹演习 这是否是蔡英文当局有意为之 其实要说这个问题的话 我感觉啊 蔡英文搞这样一场 大规模的实弹实兵的军演 一虚一实 这个一实呢 跟刚才两位老师说的 有一定的关系 你像雄三物社之后的话 蔡英文认识到了 这个台军 现在他的管理上有问题 武器装备的 研发的体制上有问题 所以他要整治台军 这是他所谓实的一点 另外一点虚的 虚的在哪 你像汉光军演 32号 它实际上包括三个阶段 4月份要搞一次兵器推演 那么在8月份要搞一次 各个军兵种之间的一个军演 到了11月份 还要三军联合再进行军演 实际上他包括这三个阶段 但是从蔡英文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为什么挑这样一个时间点来看 因为打火炮也好 打导弹也好 他能看懂 作为一个所谓三军统帅 如果让你去看兵器推演的话 你压根就两眼一摸黑 你根本就看不明白 所以他挑了一个最热闹的东西来看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的话 蔡英文现在不是在搞缓毒吗 这样的话他知道靠美国不靠谱 靠日本不靠谱 真正能靠得住的是谁 是台军 所以他希望把台军进行改造 改造完之后的话 不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一点 最后一根稻草 它始终是稻草 你怎么拽 它都会断 所以指望台军来保卫台湾 保持它所谓的独立的这种特性 那完全是不靠谱的 关于榜单的第三条 我们先梳理到这儿 再来看看榜单的第七条 那么这个热度也是逐渐的提高 就是中俄南海的军演 而且现在据说演习当中 会有立体夺岛的内容 这方面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剧透 外界不断猜测的中俄南海军演 又爆出新动向 25号 中国国防部披露 中俄海上联合2016演习 已在中国站将举行第三轮磋商 确定连演的课题是海上联合防卫行动 在俄媒曝光的最新照片中 一个细节让外媒浮想联片 中方人员在对地形进行讲解时 其背后的挂图上明确显示 演习将包含立体多岛科目 据澳大利亚新闻网报道 澳大利亚计划向演习区域 派遣P3C海上巡逻机 并出动一艘克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 联合美国监视中俄在南海的一举一动 有网友担忧 美澳这样的做法 会不会增加擦枪走火的风险呢 对美澳的监视 中俄又有何反制手段 确实中俄连演 美澳加强监视能力 会不会引发擦枪走火呢 关于这个话题呢 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些问题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看 这个网络互动平台 请几位嘉宾看看 这个电脑上有没有 特别愿意回应的一些 我这有一个 看能不能往大屏推一下 对 说俄罗斯曝光的那张 这个立体夺岛的照片 能透露出哪些信息 这次联合军演 有哪些特别的科目和内容 这是灿烂星空这个网友说的 另外后面还说到 这个中国联合军演很有必要 对于那些企图 扰乱南海的国家 灰心那么捍卫世界和平 我觉得 关于这个立体夺岛 我们今天做了一些这个画面 我们这样 我们请方明老师到前面来 好 我们到大屏幕前 结合这些资料来做一个解读 因为关于这个立体夺岛 其实很多网友也非常关心 说起在南海这个方向 我们中俄两国的海上联合 这个联合夺岛演练 首先我们必须说清楚 这应该就是我们联合防卫作战 行动演练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方向 我们不论演练联合防空反潜 包括联合海上的护航 包括夺岛 我们都是一个防卫作战行动演练 难道你把我的岛屿夺走了 我不应该夺回来吗 这不是一个联合防卫行动吗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在南海这个方向 我们演练夺岛 恐怕有更充分的条件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南海这个方向 我们的主要参演兵力 是南海舰队 而在我们三大舰队中 应该说我们南海舰队 装备的各型 两栖作战舰艇 数量是最多的 种类也是最全的 比如说从这个 我们前期引进的 野牛这个大型的气垫登陆艇 到这个五六千吨的 072型大型的坦克登陆舰 特别是我们现在 大家一直死前说 是南海舰座三座大山 这个井冈山 昆仑山 长白山 这三艘两万多吨的 071型船坞登陆舰 这都是南海舰队 可以执行中原海 联合登岛作战任务的 或者说夺岛作战任务的 一个利器 所以说我们现在南海舰队 有充分的条件 执行这样的登岛作战演练 那么特别是13年的时候 我看这个大型的 两万吨的船坞登陆舰 我看得特别眼熟 而且特别亲切 我是坐过这个船的 我是跟南海舰队出去过的 当时我们坐的是 它的这个二号舰 999舰 就是这个井冈山舰 那么当时我们对这种 大型船坞登陆舰的 夺岛作战能力 应该说有一个充分的 禁局的领教 它可以执行立体夺岛 什么叫立体夺岛 它本身一条舰出去 带一个加强入战营 我可以多种手段 执行夺岛作战任务 我后边可以起降直升机 我可以带这个 四到六架直扒直升机 实施垂直登陆 我可以用我的 大型起点登陆艇 去输送重装备 实施平面登陆 我还可以用我的 小型冲锋舟 去输送兵力 实施平面登陆 所以我一条舰上 带了一个加强陆战营 就是一个立体夺岛的 这样一个能力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们南海舰队 三座大山都开出去 再带上相应的护航舰艇 到南海转一圈 谁敢抢我们的岛 我们夺回来 这种能力 好好地掩饰一下 难道不应该吗 好 非常感谢方明老师 对我们这个 立体夺岛演习内容 做了一个深入的解读 谢谢 请您回座 观众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为您直播的 中国舆论场 那么本节目呢 是由中国重器 独家冠名播出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就到 第一个发红包的时间了 真的是时间过得好快 我们来发第一个红包 接下来一起分享 由各类优惠卡券 还是由粉酒 中国酒魂特别为大家 提供的十万元现金红包 我们第一个红包口令 由宋忠平老师 为我们公布一下 好 谢谢 实际上我们知道 中国崛起 民族复兴 不能光靠大陆 也不能光靠台湾 必须要两岸一家 我们这个红包呢 就叫两岸一家 好 记住没有 四个字 两岸一家 赶紧输入红包口令 好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词 大搜索板块 那么第一个热词呢 叫突破禁区 你有没有想过 一万米以下的深海 会是什么样子呢 将会有什么样的生物呢 最近中国是凭借 世界领先的科考神器 为我们揭开了 一万米以下深海神秘的面纱 我们先读为快 万米深海 中国来了 最近中国探索一号科考船 在马里亚纳海沟 顺利开展了第一次 综合性万米深渊科考活动 随后传出的消息振奋人心 中国的生前科考 开始进入万米时代 到底是什么神器 让中国人冲破了万米深海的禁区呢 先来看这款海斗号无人潜水器 由中国自主研发 此次成功下潜到一万零七百六十七米 这让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 第三个拥有研制万米 及无人潜水器能力的国家 这还不够 同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 天涯号深渊着陆器 和原位实验号深渊升降器 更是流泡万米 最大深度达一万零九百三十五米 多亏了这些神器 除了获取一百多升珍贵的万米海底水一样 深渊生物也让网友们大开眼界 说实在看了这个 想起以前看的科幻小说 《海底两万里》 万米深海和这个普通的海底 到底有什么不同 是一个怎么样神秘奇异的世界 有没有真的有一些 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 或者见过的生物呢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中科院深海所的首席科学家 彭晓彤博士 彭博士您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万米深海 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 主持人您好 长期以来 由于深渊探测技术手段的缺乏 人类目前对万米深渊海底世界的了解 还十分的有限 但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 深渊环境实际上它意义着非常奇特 而且与正常深海不同的生命群落 并且这一些深渊生命 它对深度具有很高度的依赖性 也就是说这些深渊生命 它只能生成在6000米以下的深渊环境中 而在水深小于6000米的深海中 它是南米中影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科考 又补到的这个深渊狮子鱼 和大型的端竹类的这个钩虾 它就是深渊特有生命的典型代表 那么我们这一次采集到了大量的这个万米海水样品 为研究这些深渊奇异生命的生成栖栖环境 提供了非常好的这个科学上的样品 同时我们还准备对万米深渊海水中的微生物 开展系统的生态学的研究 从万米海水中培养深渊极端施压的微生物 从中提取核性物质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工作 来破解万米深渊生物的这个起源 研发和环境的适应之谜 好的 非常感谢彭博士的介绍 看来确实在深海世界当中 有非常神奇的这个地方 需要科学去进一步的破解 关于这个话题 应该我们在线观众群当中 有很多人也非常感兴趣 等等再给我们介绍几个 看了刚才的画面 感觉时间都停止了 但是我还是选择了一个 很有理性思维的观众的 他的留言 我们看 叫陆总 他说 刚才专家说的 万米深渊技术的突破 除了科研上的巨大意义之外 对我们以后水下潜艇的研制 会有帮助吗 潜艇能潜到一万米吗 宋老师 你怎么看 应该这么来讲吧 现在的潜艇 基本上是以一千米作为界限 尤其是军用的潜艇 一千米以下就是禁区 因为从海水的压力来看的话 你每增加十米 它就增加一个大气压 你要到一万米下 这个大气压是多大 大家可想而知 基本上就把它潜艇就压碎了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有很多国家 想研制深水潜艇 这种深水潜艇 就是突破一千米 这样一个极限 因为现在从反潜的基础来看的话 一千米之内的反潜 相对来说还是有办法 但是深入到一千米之后的话 由于水的分层 可能你想探测就非常的难 所以这是一个各个国家 希望能够争取获取的 水下的这种资源 其实还有另外一方面 我们应该明白一点 就是水下的救援非常的关键 两千年的时候 库尔斯科号潜艇 在俄罗斯家门口失事了 当时它的水深是多少 只有大概不到一百米 但是救援救不了 为什么呢 俄罗斯的救援的水平不够 英国说我给你救援 挪威说我给你救援 俄罗斯说不行 结果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 这就是一次最典型的问题 就表明这种深海也好 潜海也好 救援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MH370事件 在哪 在南印度洋 南印度洋平均水深是三千到五千米 为什么到现在只发现了部分残骸 而找不到具体残骸呢 就是因为整个搜救的方式方法 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达不到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解决 真的深浅的这种救援的能力 搜索的能力 对于解决MH370这样的事件发生 是大有帮助的 所以这种技术 现在其他国家都在做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落下 好 谢谢宋老师 来看看下一个关键词 好 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 转向朝鲜半岛 最近朝鲜暴定岛又开始不消停了 继美韩大规模军演之后呢 朝鲜突然又发射了一枚导弹 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枚导弹让美日韩三国 都是陷入了极大的焦虑当中 那么这次发射的导弹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来看下面的片子 朝鲜一枚导弹竟引来外媒如此关注 有啥玄机呢 24号朝鲜发射了一枚北极星前射导弹 破纪录飞行约500公里后 首次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随后表示 美国本土和太平洋作战地带 都已在朝鲜人民军打击范围内 一时间美日韩似乎乱了阵脚 韩北称这是对日本安全的重大威胁 韩国媒体称 如果朝鲜使用前射导弹 从东海黄海方向攻击韩国 那么美韩自称是会往北方扫描的 萨德反导系统雷达将形同虚射 韩国军方推测 朝鲜最早可能于今年年底 在潜艇上实战度数前射名单 那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微信公众号 这个平台上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和网友呢 在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来看看 朝鲜前射导弹 最有意思的不仅仅是观众 和我们的嘉宾在进行互动 而且很多观众和网友呢 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平台上 他们自己也在互动 比如说这个置顶的 这个叫回忆帖 他说朝鲜这枚前射导弹很厉害 不仅能够避开美韩的侦测 射程也越来越远 这对美日韩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我们看到后边有这个网友说 我倒是觉得和美韩的军事装备 尤其是萨德相比 北极星还是没有太大的威慑力吧 然后回忆帖说 谢谢讨论 要是嘉宾能够解答就太好了 后边还有这个美日韩步步紧逼 朝鲜军失射频繁 一旦出现擦枪走火怎么样 大家讨论的也都非常的热烈 这样吧 关于这个置顶的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请一位嘉宾 来回应一下吧 宋老师 这样我们还是请宋老师 到这个大屏幕前吧 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请您结合这个相关的资料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他的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 确实这个北极星 能对付得了现在 北极星是潜射导弹 所以的话 它的优势就是在水下发射 能够对你的目标进行打击 但是从北极星的本身来看的话 它不是从陆地发射 它是从它的潜艇发射 所以在发射的过程中 目前我们能从新闻报道上看出来 大概是500公里的射程 这个500公里 按照技术的说法来看的话 它叫打的高弹道 实际上 这种导弹 它技术来源于哪 来源于上世纪 从苏联 包括现在从俄罗斯 购买的SSN-6的技术 但是SSN-6是液体导弹 北极星 它把它改成了固体导弹 那么从SSN-6的射程来看的话 能达到2000到3000公里 所以我说 它如果改成固体导弹的话 至少应该有1000公里的射程 但是它这个500公里 恰恰是它的一个 所谓高弹道或者低弹道 所打出来的一个 比较缩板的一种射程 所以它的整个能力的话 应该还算是比较强 但是从导弹本身来看的话 现在有好多人在问我 说这个北极星跟萨德 是不是两个之间能够PK 能够博弈 其实问题不在这 问题在于 现在韩国还没有 真正的部署萨德 说这个话为时尚早 还有就是朝鲜的北极星 和它的所谓战略导弹潜艇之间 还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现在就是解决了一个 潜射导弹有和没有的问题 只是解决了技术问题 所以还不能说 它形成战斗力 还有一个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既然是潜射导弹 它必须得跟着潜艇走 潜艇走到哪 导弹带着哪 你看表面上来看的话 它的射程能够覆盖2000公里 甚至能够达得更远 但是这个潜艇 它的静音能力有多强 美日韩在整个东北亚地区 形成了强大的反潜网 所以我觉得朝鲜现在 最应该解决的是 潜艇的静音能力 否则的话 你潜艇在你的周边来发射 那跟在你陆地发射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我觉得 从它自身来看的话 要想解决所谓它的战斗力 关键要从艇上下功夫 导弹下功夫只是一层含义 好的 非常感谢宋老师的解读 请回座 如果要是说这个潜艇平台 没有一个实力大大的增强的话 如果这个潜艇被打掉的话 这个导弹的威力 自然也显现不出来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在线观众席 关于这个话题 还有哪些 刚才观众关心的都是说 为什么美日韩这么焦虑 那么这位观众提出的问题是说 朝鲜怎么这么生气 小二孩说 美韩军演对朝鲜的威胁有多大呢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军演 朝鲜为什么这么生气 就军演有什么不同这次 为什么朝鲜对美韩军演 反应这么大 叶老师 这个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美韩军演 对朝鲜威胁还是很大的 因为这一次的美韩军演 是以打掉朝鲜的核设施 为这个假想任务的 这样一个军演 那么也就是说 我要先发制人的 摘掉你的核反击能力 那么那种情况下 剩下的事情 我就怎么宰你都行了 所以朝鲜方面 不可能对这种军演 无动于衷 所以这个朝鲜生气 是有理由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朝鲜为什么这么生气 朝鲜一贯都是很生气的 这个不只是这一次 其实以往历次 美韩军演 向以致自由卫视军演当中 朝鲜的反应都非常强硬 包括说要这个 陷敌人于火海等等 这一方面呢 是朝鲜的一个 宣传和舆论反击的策略 而另一方面 其实也反映出 朝鲜现在存在着 巨大的安全焦虑 这个安全焦虑不解决 美韩方面只强调说 朝鲜违反联合国决议 这种说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为你就是强调了 如果你不能够实现 半岛真正的安全信任措施 那么这种说指责一方 要为这个半岛形势恶化负责任 那只能会导致恶性循环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美韩认为自己有先天合理性 就是朝鲜的安全是不用考虑的 我们的安全是必须要考虑的 这样想的人 自私不自私我们不说 后果对你一定不利 因为你把对手逼到墙角 李毕华都有一句话就是 把你的情敌赶到墙角 让你后果自负的 还有一句俗话叫兔子吉雷 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应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用一个 更超脱一点的立场来看 就是说我们都看到 说美韩联军在这军演 朝鲜突然打出一个潜射导弹了 但是你想不想想看 朝鲜到底要展示一种什么样的能力 刚才叶老师说了 美韩联军演的那5015计划 我就是要摘了你这种能力 而现在我朝鲜给你展示的 只不过我告诉你 我这个导弹不光在路上 我也可以放到水下去发射而已 你打我路上打掉的没有用 我只不过是坐在一种表示而已 至于这种导弹能不能 像刚才说宋老师说的 那么大一个圈 这个潜艇带出去满大街跑 能不能跑 恐怕大家心里都清楚 它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 双方的这个安全 确实本来也是不对等的 我们来看看另外呢 在26号晚间 我们看到联合国安理会 发表了一份媒体声明 也谴责了朝鲜发射 潜射弹道导弹的行为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关键词 好 下一个关键词是给你真相 每周的给你真相 几乎都是与我们健康有关 那继低血咽癌之后 一种号称叫低尿咽癌的 新技术又出现了 那很多网友就纷纷问我们栏目 靠谱吗 正规医院有没有展开呢 来看我们本周 中国舆论厂记者的独家调查 专家表示 所谓的一滴尿一滴血咽癌 检测的不过是一种 尿液当中的肿瘤标志物 尽管可能和肿瘤的发生有关 但是它既不能用来诊断癌症 也不能用来筛查癌症 即使是目前公认的 将血液中的肿瘤标志物进行检查 包括癌胚抗原 甲胎球蛋白这些方法 其实也只能作为一个辅助诊断的手段 并不能作为确诊癌症的依据 那么究竟哪些筛查癌症的方法 才真正靠谱呢 目前癌症诊断的新标准 仍然是通过各种方式 取得人体的细胞或者是组织 来进行病理学的检测诊断确诊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到正规的医院定期体检 然后有了症状及时就医 才是早期诊断癌症的可行方法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低血咽癌目前只是一种辅助手段 那么低尿咽癌不是那么靠谱 身体出现不适 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去就医 祝您健康 好 进入下一个关键词 又马上进入到九月的开学季了 又一批新的毕业生即将 进入到他们的工作岗位 在你的心目当中 最牛的毕业生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评选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干什么的 走你 久违的航母style 再次爆红网络 近日 一批航母舰载机飞行员 驾驶歼15在辽宁舰上 进行阻拦着箭和滑跃起飞 取得航母飞行资质认证 这刀尖上的舞蹈堪称完美 网友惊呼 太帅了 我俊威武 高颜值的不仅仅是 这群特殊的飞行员 25号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的一句话 中国新航母既有外在颜值 更有内在气质 也引来网友热议 简视防务周刊成 中国新航母的组装工作 已经接近完成 接下来将进行舰岛的安装 据悉 新航母应该会延续 辽宁舰的单舰岛设计 排水量可达5万吨级 将搭载国产主力战斗机殲-15 日媒称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 最快将于年内下水 将部署在南海 不仅是辽宁舰 不仅是舰载机 还有国产航母 最近都是频频地被关注 而且国产新航母被称为 既有外在颜值 又有内在气质 应该怎么说 叫内外兼修 或者秀外汇中 大家关注度应该很高吧 这个高颜值和高科技 的确是引起了问题 接踵而来 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都沸腾了 蒸年刀问 专家们好 外媒说国产航母 将会部署在南海 这是真的吗 这个问题哪位 韩林老师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日本人 关心我们的军力部署 比我们自己还要上心 但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说吧 我们海军三大舰队 其实现在来看 部署在北海的可能性不大 除非是出于训练 因为北海的防区 不需要我们的军舰 走那么远 南海和东海都有可能 但是东海同样 我们如果考虑到 我们的岸上基地的话 的确 我们把航母 部署在东海方向 和把我们的飞机 放在我们沿海的机场上 其实效果是差不多的 只有南海的情况 还比较特殊 因为南海毕竟很长 2000多公里 那么现在我们岛礁上 还没有部署战斗机 所以我们如果有一艘航母 那么对我们南海的岛礁的 特别是南沙岛礁的安全 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这是一个 以现在的情况而论的分析 但我们还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另外一大片水域 是需要我们的航母 去执行任务的 就是我们的远洋航线 那么包括从印度洋 这个方向上 我想将来我们的航母 执行什么任务 这取决于我们 当时赋予它什么职能 倒并不一定说 一定给它画个圈 你只能在这里活动 这个圈我们是会有的 因为航母总要属于某个舰队 但是有一点 这个圈不是日本人画的 那么日本人说 给我们想象一个地方 我们就去 那我觉得这个想法想多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哪些问题 航母得到的提问是最多的 来看一段视频吧 各位专家你们好 国防部发言人说 新航母不仅有外在颜值 还有内在气质 我就想问一下 这是否说明了 它搭载了更高端的武器系统呢 谢谢 解读发言人背后的意思 内在气质就能联想到高端武器 黄冰老师 我觉得咱们那国防部发言人 这个回答真的是太有才了 不仅提到了颜值 而且提到了气质 但是这个颜值和气质的说法 确实让我觉得 还是很有门道在里面的 比如说从颜值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从颜值这个角度来讲 不可否认 我们的这艘国产航母 应该说从外景上 跟它前面的一条 就是辽宁舰 应该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毕竟从外形这个角度来讲 应该是俄罗斯血统 这个风格还是比较浓郁的 所以说这个颜值 应该说不是完全我们的颜值 但是如果说到气质 我想首先我们想到的 那就是中国气质 因为这条航母 我们知道 不像前一条辽宁舰 是我们改出来的 是完全按照我们 自主的这样一个设计 大体上差不多的情况下 里面一切都是根据 我们使用辽宁舰之后的技术 我们的这个经验的积累 我们去重新设计里面的结构 包括上面 舰载机是我们的 飞行员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特别是这个飞行员 这个前两天大家看那个新闻 这已经是第二批大批上了 去年12月24号那是一大批 这有一大批 据说现在已经有40多名 取得了上舰资格认证的 这样一个飞行员 这样一个数量 我们大概计算一下 像辽宁舰这种航母 一个固定翼的舰载机团 大概是20多架飞行员 20多架飞机 按1比1.5的比例 顶托了需要30多名飞行员 你现在就已经40多名了 大家想想看 我们显然不再仅仅是 给辽宁舰来培养飞行员 我们已经在考虑 给我们的后续航母 包括在造的一条 甚至包括还没有造 以后还要造的那些航母 来培养我们的飞行员 难道这样一个 大量的飞行员的出现 驾驶我们国产的舰载机 我们自己培养出的飞行员 难道能够上 我们自己国产的航母 这不是一种纯正的中国气质吗 包括刚才海林老师说的 我们的航母部署到南海 这一条航母 是不好往南海部署的 因为它至少需要 两条以上的航母 才可能形成一个 互相掩护的作战能力 所以当以后 大家如果看到 中国的航母战斗群 航行在南海的时候 我想应该绝对不会 是一个单航母战斗群 那非常感谢 方明老师刚才的这个回应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 中国舆论场 本节目是由中国重企 独家冠名播出 那接下来进入 第二次红包时间 好的 我们一起来分享 由各类优惠卡券 还有由粉酒 中国酒魂 特意为大家提供的 十万元的现金红包 第二个红包口令 我们照例由 目前点赞最多的嘉宾 来为我们提供 有请房冰老师 好的 这个刚刚我们说了 航母 航母是我们中国的 大国的重器 所以第二个红包的口令是 大国重器 好 听清楚没有 四个字 大国重器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舆论场 那么接下来是 你评我也评这样的一个环节 我们知道中日关系的 任何微妙的变化 都会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 那么本周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议 到底有哪些新的信号透露 那么在会后 中国外长和日本外相会见 又谈了些什么呢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近日举行的中日韩三国外长会 媒体捕捉到这样一个细节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集体会见三国外长时 大步流行地走向中国外长王毅握手 8月24号下午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出席中日韩外长会议之后 会见了日本外相岸田龙雄 王毅在会后对记者表示 双方就东海问题等交换意见 同意加强对话 酝酿召开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脱商 可尽早启动摆通联络机制 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之海 王毅说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 正处于重要关口 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逆水行舟不进所退 确实从这个中日外长会期间 透露出来的一些信号耐人寻味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东北亚的局势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看这方面 网友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关注点 我觉得这些细节 都被网友们捕捉到了 而且他们也想分析背后的原因 来看一段视频 各位专家好 我想请问中日海空联络机制 如果能达成共识 之前发生在东海的中日军舰巡航对峙事件 是不是就好解决一些呢 但是这些狭小 关键是中日海空联络机制 能不能够坦诚 王毅老师 我觉得即便像刚才这个网友说的话 坦诚的话 大家知道它解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不是解决对峙局面会不会出现的问题 而是解决对峙局面 一旦出现之后 包括前不久说的雷达互相锁定之后 一方击飞弹打跑了之后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为 我们不愿意看到那种擦枪走火的行动 我觉得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至于说这种海空对峙的情况 会不会解决 这个我想恐怕取决于双方 在这个问题上 有没有哪一方会做出根本性的这种妥协或者让步 中国显然没有这种可能 日本会吗 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话 我想这样一种对峙局面的出现 恐怕不会从根本上解决 好 再来看看其他的网友的提问 我觉得下一位网友的提问 其实能够代表一部分观众的心声 我们来看一下 对中日关系发展有期待的 我选择的是一位叫不怕下雨 对 他的提问 他说我注意到最近中日外交互动比较多 请问专家 中日关系有可能在短期内取得突破与进展吗 这个问题 韩连老师 不怕下雨是因为你有伞 但是中日关系没有伞 所以中日关系还是比较怕下雨的 这个现在的中日关系 如果我们期待说会有一个大的转源 或者是一个像我们用破冰 熔冰 我觉得这个说法都有点过于乐观了 眼下只不过是因为G20峰会马上要召开 那么中日两国需要聚焦在经济事务 所以我们要把政治安全领域中的一些 这个问题把它先处理一下 或者说先冻结一下 但是G20之后该怎么样还得怎么样 因为中日关系特别是安全矛盾 这是个结构性问题 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外长磋商 就能够解决 我们再追加一个问题 中日关系的背后是中国和美日同盟的关系 日本有那么大的外交自主权 能够向当年的纠山游记夫 做首相的时候 走出一条不同于美日同盟的对华政策 它是不可能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说 我们单独地去发展 或者说和日本的对话 这个对话我们支持 但是对对话的成果 我们要有一个冷静的评估 这种对话是为了扫除G20峰会之前的障碍的 也是为了在聚焦经济方面能够做一点铺垫 但是这个对话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我们这次看 王毅外长也在强调 就是说所有我们谈的东西 其实是建立一个对话机制 而不是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要讲 说中日之间能够解决分歧 这句话说得太早了 我们看到王毅外长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 也提到说 就是好比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当然了我们说中日关系 确实需要双方拿出一点真诚来 但是我们看到日本最近 确实小动作不断 非常的令人遗憾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日本背后的小动作要警惕 近日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岛田彭美 在视察海上自卫队 恒学贺基地时表示 中国在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 急速扩大活动范围 并趋于频繁 紧接着 岛田彭美宣布 日本作卫队将结合新实施的 新安保法 增加部队训练任务 还要启动旨在在海外实施 集体作卫权的 持员护卫相关训练 路透社称 这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在战后 首次实质性地介入海外军事冲突 随后日本国内开始大搞 陆上作卫队年度实弹射击演习 据悉 此次富士综合活力演习规模空前 耗资5亿日元 弹药50多吨 并有多款新式武器亮相 这还不算完 近日 日本航空自卫队官方网站 对外界高调展示了 日本订购的第一架 F-35战机照片 日本空中自卫队装备F-35之后 其态势感知能力 和对陆对海打击能力 将有明显提升 所以现在安倍似乎没有真诚地改善 中日关系的这种实际意愿 而且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日本最近的很多 尤其是一些实质性的军事行动 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网友关注 今天的问题好像特别地多 有点选不过来了 而且问题比较集中 因为大家都关注到背后影子 看这么多人 我们随机选一个好不好 鲁建 你喊个停吧 停 我想请问专家 日本自卫队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动作 比如说协防美军 为美军舰队提供无限制的弹药 我想请问这说明什么呢 那么这种日本自卫队 协防美军的模式 会不会在南海出现 确实现在这个自卫队海外 已经是提供弹药了 会不会在南海协助美军 我觉得从日本自卫队 这个角度来讲 它肯定是借助这样一个机会 比如说以前给美国人加加油 现在给美国人搞搞这个弹药补给 借用这种机会跟着老大跑 可以跑得更远一点吗 老大走那儿 可以跟到哪儿吗 特别是刚才这个网友问到的 就是下一步 如果日本海上自卫队 航空自卫队 协采取在南海 跟美军共同行动来协防这种方式 这种可能性出现 我们会怎么样 我想这种方式会不会出现 首先日本方面 它肯定有这个需求 因为它在东海方向压力太大 它肯定希望在南海给我们点火 希望能够分担东海方向的压力 美国有这个需求 但是这个事会不会干得成 或者说它敢不敢最终 把这事落实下来 我觉得肯大程度上 不取决于他们的意愿 而取决于我们有多强的 反击的实力和反击的决心 那么如果它敢到南海 我们的后院来点火 如果我们有同样很强的能力 到它的列岛周围去画圈 到它的周围去航行 我们不是横行 我们到比如说到日本海 比如说到日本背后的 西太平洋某些海域 去组织大规模的 例行的这样一个军演 如果我们能够展示这样一个实力 包括这种实力 所展示的决心的话 就像最近 我们经常顺路到日本海 包括日本周围的海域 去展示一下我们实力的话 我想对它来讲 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敲打 那就是你敢到我这来煽风点火 你小心点 我也有同样的手段 去反制你 毕竟到敌人后方去 这是我军的一个传统了 好 谢谢方便老师 来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各位嘉宾的这个面前的电脑 我们看到网络互动平台上 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 在不断地提问 我这儿有一些可以推的大评 这叫西湖小云 我很关注日本陆军演习 就是富士军演 这次日本有多款武器亮相 我还听说他们自己 在研发尖端潜艇 这是要用最强的武器 来对付钓鱼岛吗 不尽然 钓鱼岛只是其中一方面 现在日本要干的事情 用八个字就归纳 修宪 废法 扩军 备战 这就是日本现在要干的事情 修宪大家比较好理解 2017年将修改和平宪法 关键就是第九条到底是改还是不改 废法 废的什么法 废的是自卫队法 自卫队法一废之后的话 不就是扩军了吗 现在还叫自卫队 扩军之后就变成了国防军 但是现在你看 买了这么多武器装备 研制了这么多武器装备 难道自卫队需要吗 不需要 但是国防军需要 所以日本一旦成立自己的军队之后的话 这些武器装备就顺理成章 就变成了日本的陆海空三军的装备 所以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最后两个字 备战 这个备战是什么呢 你看日本在东海中间线跟中国有矛盾 在钓鱼岛跟中国有矛盾 在独岛跟韩国有矛盾 在南千岛群岛跟俄罗斯有矛盾 可以说它是矛盾不断 所以它需要备战来维护它自己所谓的利益 但是日本现在在很多问题上不承认历史 在很多地方在抹黑 我们之前的很多的事情 共识都不承认 这恰恰让它陷入到一种危机状态 所以我觉得日本现在做了这一系列的事情 包括购买武器装备 只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必须要高度地警惕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 那么本周的中国舆论厂的 你评我也评第二个话题 是最近一个网络热词叫上火 什么叫上火呢 就是上火星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把这个上火星作为了 最近很多的科学家 还有很多国家重点研究的一个对象 那么大家也很关心 因为很多的科幻小说也与此有关 那么中国和火星 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约定呢 我们通过短片也来看一看 近日 中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和火星车向 全球两项 中国的火星计划 引起外界高度关注 中国的火星探测发射目标 是想一步实现环绕 着陆 巡视 按计划2020年 中国将把火星探测器和火星车送往火星 2030年前后带回火星采样 巧合的是 8月26号 中国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 被运往海南发射场 计划年底前实现首飞 没错 长征5号正是火星发射的运载火箭 火星探测要26个月 才能遇到一个时间窗口 从现在起到2020年前后 仅有的三次发射机会 将有四次火星探测任务发射 因此在国际上将迎来火星探测的高峰 目前美国甚至放弃了重返月球的计划 将有限的资源全部投入到火星和小行星两个方向 有报道称 美国下一代火星车即将进入最终设计与建造阶段 如果一切顺利 这辆火星车将于2020年夏天发射 那么现在中国正在全球 为这个中国的火星探测器呢 争鸣 我也转发了这条微博 而且呢也起了几个名字 所以现在呢 大家也可以实时地发送 您为这个火星探测器起的名字 我们会实时地在屏幕上 以弹幕的形式呢出现 那我们在弹幕的同时 也请端端再给我们来看看 互动平台上的问题吧 时间不多了我们再选一位观众的留言 是一个视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嘉宾好我叫张田 我们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的探阅计划 这会不会让我们在火星探索方面更有优势呢 有没有可能领先美国呢 中美火星车会同年登陆吗 谢谢 这位女士很好逗啊有点 哪位嘉宾啊宋老师 而且我是希望咱们国家的火星探测计划 能够跟美国并驾齐驱 现在说就赶超美国 我觉得有些为时尚早 为什么呢 真正做火星发展计划的 实际上两个国家做得最早 苏联是在1962年发射的第一颗火星探测器 但是没有成功 后来呢美国就开始不断地搞了一系列的水手计划 这个水手计划也是在发射各种火星探测器 但是美国也好苏联也好 后来的俄罗斯也好 基本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优势 比如我们70年发射了第一颗东方红人罩地球卫星 我们2007年我们就完成了嫦娥一号的发射 到2011年我们又完成了我们天宫实验室的发射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按部就班 一步一个脚步在走 包括你像我们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等等 这些在发射的时候 基本上走的是非常的稳 让我们为火星探测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那么我们现在定的目标是2020年来发射火星探测器 实际上大家应该有一点并没有印象 201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想搭一个顺车 就想搭俄罗斯的火星探测器 我们有一个萤火一号准备送了火星 但是俄罗斯的探测器发射失败 导致我们那次任务失败 这表明一点的话 火星探测要靠我们自己 但是火星探测非常的难 难在哪儿 你要真的想最后实现这种移民吧 你必须得打通两个环节 第一呢 要把星火之间的通道打通 这是非常的关键 第二一点的话 你看我们经常说地球很危险 去火星吧 其实火星也很危险 所以你要改造火星 改造完火星之后的话 你才能够实施你的所谓移民政策 美国在这些方面确实比较先进 它不断地来通过 由NASA主导搞火星探测计划 甚至把登月以及其他的火箭的研发 都放给了私人公司 所以这些东西也确实值得我们去借鉴 所以这个话题可能讨论热度仍然非常的高 希望大家也不要走开 那么在广告之后 还有本期的互动活动 以及还有神秘嘉宾 通过大屏幕亮相 同时还可以一起分享各类卡券 以及由粉酒中国酒魂 特别提供的十万元现金红包 今年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那么在本周我们发起了 你理解的长征精神 这样一个话题征集 得到了网友的非常踊跃的参与 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说了 在节目结尾要为大家来公布一下 那么现在的大屏幕上 大家可以看到热心网友 发来的大量的照片 同时还有留言 也会以弹幕的形式 在大屏幕上出现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我们这样一个话题征集 我觉得这些照片看起来很让人感动 都是平凡人在平凡岗位 每一天很平凡的日子 所体现出来的长征精神 我觉得大家其实 这些照片都汇聚成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平凡的人 可以把长征精神 实践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当中 每一个工作岗位里面 所以八十年 我们纪念这个长征精神很有必要 中国舆论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静 周恩来总理的扮演者 我拍摄了很多关于长征题材的影片 今年又正好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 我感到 长征中的每一位指挥员 每一位红军战士 都秉承着长征精神 用脚步去占量理想 占量信念 革命理想高于天 牺牲自我去维护 红军的团结 红军的凝聚力 走到了山北 长征胜利了 那么今天我们不忘初心 弘扬着长征的精神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为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 为家庭的幸福 继续你们的长征王 说得太好了 太棒了 这就是我们的神秘嘉宾 刘静为我们带来的 他理解的这个长征精神 好感动啊 好 那么到这里 我们本期的中国舆论场 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但是我们的互动平台 24小时在等待您 别忘了每天 关注我们的中国舆论场的 舆情榜单指数的发布 感谢各位嘉宾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我们各位网友 我们下周日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